在南方都市报播报 忘记28年前在深圳买房仪式持续引发热议 6月6号 南都记者从持有购房合同的张女士亲属江先生处了解到 当日上午已顺利收房 并没有见到原住户林先生一家 江先生称 我们先把房子接收过来 接下来就是忙房产证的事情了 江先生介绍 张女士目前在香港居住 之后的办证事宜由受委托的亲属办理 南都记者从林先生儿子处获悉 双方并未就此前装修款补偿一事达成一致 林先生儿子称没有补偿